鸡昌去世 鸡昌的第二个儿子鸡发继位 为什么是第二个儿子鸡发继位呢 因为根据传说 鸡昌的敌长子博一考 已经先于鸡昌去世了 怎么去世的不知道 在风神榜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鸡昌被商州王囚禁在昭哥 鸡昌的儿子博一考去昭哥觐见商州王 希望见一见自己的父亲 并代替自己的父亲在昭哥为人质 鸡昌虽然被关在监狱里 但是他通过占卜知道了自己的儿子要来的消息 得知鸡昌事先知道自己的儿子要来 商州王很担心 觉得鸡昌呢是一个能人意识 这样的人如果把刀放回去 起兵造反了 那可是不得了的事 但是又担心自己多心 冤枉了忠臣 所以比较犯愁 这个时候呢 打击给他出了主意 说不如把博一考杀了 剁成肉酱 做成人肉包子 让鸡昌吃 如果鸡昌吃了 说明他是个庸人 不足为虑 如果鸡昌不吃 说明他真的能预知未来事 是个能人 就把他杀了 以绝后患 商州王听了 同意了 就把博一考杀了 做成包子 让鸡昌吃 鸡昌虽然知道这是个计 但是呢 走投无路了他 也只好把包子吃了 那这个故事呢 来自于封身榜 封身榜呢 是个小说 是非常不靠谱的 所以这样的事呢 我们只能当小说 去听 不足为信 也不能相信 但是事实是 鸡昌去世的时候 他的长子博一考 已经先与他离世 所以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积发积位 因为鸡昌在位的时间比较长 寿命也比较长 有传说 也是传说 说他活了97岁 当然这个呢 也是不靠谱的 法律界呢 有一个原则 叫一罪从无 我们在史学上呢 也是没有证据或孤证的 他不能成立 何况鸡昌活97岁 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 所以这里我们不采纳 我们只知道呢 鸡昌在位的时间比较长 这个是可以确立的 因为鸡昌在位比较长 那么积发积位的时候 年龄应该不小 应该是人到中年了 但是人到中年 火计呢 好像也挺旺 积发积位不久 就出兵讨伐上人 但出兵呢 后来变成了军事演习 这次军事演习 成就了两个地名 一个是孟金 一个是掩士 今天的这两个名称呢 分别是洛阳市下辖的 两个县市 孟金 即蒙金 金指的是黄河的渡口 蒙 说的是军事演习时 在这个渡口与八方诸侯会盟 试诗讨伐上的网 演习是演习终止 演习西服的地方 从梦金到演习 一个激情澎湃 热血沸腾 一个演习西服 冷静一场 使我们觉得呢 这场演习 似乎是一个阴谋 用今天的话说 激发更像是在 玩军演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有故事的 激发即位以后 制作了父亲文王的牌位 用车载着 供在中军帐中 武王自称太子发 宣称是奉文王之命 前去讨伐上州王 他自己不敢擅自作错 他向司马司徒司空 等受王命职夫节的官员宣告 大家要严肃恭敬 要诚实 我本是个无知之人 只因为先祖有德 我承受了先人的工业 现在已经制定了各种赏罚制度 来确保完成先祖的工业 于是发兵东方 他们从西安出发 沿着渭河黄河到达了伊洛盆地 然后在孟金汇盟这个黄河渡口 江太公作为军事指挥 发布命令 说集合你们的兵重 拔好船江 落后的一律斩杀 这个时候呢 虽然没有约定 但诸侯们呢 却汇集到蒙金 据说呢 诸侯有八百多个 法昼有这么多诸侯 有人支持来汇盟 毕竟是个好事 于是呢 武王趁机发表了 激情四射的演说 这个演说记录在上述之中 演说结束以后 武王率军趁船渡河 一场大战 似乎即将爆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渡河的过程中 发生了两件事 这两件事呢 阻止了这场游戏 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 是在渡黄河的时候 有一条白鱼 跳到了武王的船上 武王用这条白鱼记了天 但是白鱼上船 它总是有点意思吧 它是个什么意思呢 白色是殷商王国的国色 殷商上白 过去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色 比如 周朝上红 秦朝上黑 唐朝上皇 等等 那这国色的选择呢 不是源自当世人们的喜好 和所谓的时尚字 而是有着固定的套路 和比较神秘的理论支撑的 它来自于五行相胜术 这音响五行呢 是中国国学的基础 国人认识世界 思维的基本结构 就是音响五行 这五行 就是自然界 所存在的金 木 水 火 土 五种物质 这五种物质 对应了五种颜色 金是白色 木是青色 水是黑色 火是红色 土是黄色 五行相胜朔认为 众胜寡 所以水胜火 金胜肩 所以火胜金 钢胜柔 所以金胜木 钻胜散 所以木胜土 石胜须 所以土胜水 战国时期 一个阴阳五行的大家 叫周延 他根据五行之间的 这种循环相克关系 总结了前人的学说 创立了武德宗史书 来解释历史发展和朝代更迭 今天看来呢 它是很不靠谱的 但是当时的人呢 真的就信这些东西 武德指的是土 木 金 火 水 五种德运 每一个朝代呢 都有武德中的 一种 一致相配 然后 木克土 金克木 火克金 水克火 土克水 由此 王朝的德运 决定了这个朝代的命运 历史的发展 好像正是按照这个逻辑 循环往复 比如 皇帝 这个皇帝呢 指的是炎帝皇帝 那个皇帝 属土 是土德 从上黄色 到了下雨之时 草木秋冬之际 人不枯萎 木气盛 所以 于 属木 从上青色 那木克土 下就代替了 姚舜的圣王时代 建立了下朝 上汤的时候 出现了金刃 生于水的现象 金气盛 所以 商属金 从上白色 然后金克木 所以 商 代替了下 周云王的时候 出现赤鸟 咸丹树 基于 周射的奇观 火气盛 所以 周属火 从上 赤色 火又克金 所以周代替了上 五行之间的相胜关系 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 由此造成了历史发展 和朝代更替 战国以后 五行相胜说 成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 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 你看周是火德 水克火 因此秦世皇统一六国以后 根据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 以秦文公出列 或黑龙 作为水德兴起的福瑞 进行了一系列 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 包括 把旗帜和黄袍 做成黑色的 以证明 他政权的合法性 所以 秦朝呢 他旗子和黄袍 做成黑色的 并不是说 他喜欢黑色 而是 有理论依据的 但是从东汉开始呢 武德宗史说呢 由五行相圣法 变成了五行相生法 这个生产的生 五行相生 就是按照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的顺序排列 只有在五行相生 不管用的前提下 五行相圣 才会被人想起 当然这里边呢 因为 曹魏是从东汉政权中 生出的 而 西晋 又是从曹魏政权里 生出的 因此他采用了 这种五行相生 东汉 为火德 火 生土 后来建立的曹魏政权 就是土德 土生金 代位的金呢 就为金德 上白 由于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朝代呢 多是火德 或土德 比如 周 东汉 随 宋 明 等等是火德 上红 时间最长 在中国历史上 累计超过一千五百年 西汉 唐 等朝代呢 是土德 上皇 因此此后的中国 或是全国山河一片红 或是满城近代黄金奖 而青天白旗 黑袍的时间 都不长 这是白色 那么 白鱼 这鱼 又有什么意思呢 今天来看 鱼有富足的含义 用的是谐音 因此亲朋好友之间 大过年的都会送条鱼 所谓年年有鱼 但是远古时期不这么看 鱼是有鳞的 很像当时的盔甲 实际上 人们就是从鱼鳞 可以防护珊瑚和岩石的功能中 得到启发 而发明了盔甲 盔甲 是和兵士相关的 所以鱼在当时 象征兵士 而象征兵士的鱼 尤其是白色的鱼 上了武王的船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知道的是 这件事影响了武王的决策 后来呢 武王放弃了 法昼的行动 把这次行动 变成了一次军事演习 这次行动 是 这次行动 是